20岁的他坐拥55亿,整个娱乐圈人皆让他3分,却被前男友嫌弃说脏。 20岁的他坐拥55亿,整个娱乐圈人皆让他3分,却被前男友嫌弃说脏。 娱乐圈是个大圈子,里面有什么样的人都不奇怪,很多人都是出生的时候就站在了终点,今天我们说的这位也是,他出生于1998年,今才20岁却拥有55亿的家产,他是王文也,说起他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 但是说起他的父亲王忠磊,可能很多人都知道,是华裔兄弟传媒集团的执行总裁,副董事长兼总经理,华裔兄弟旗下有太多艺人,王忠磊的号召力也很强,上次发了一条微博,基本上娱乐圈的人都来留言了。 2013年6月27日,电影《小时代首映红弹》举行。 华裔兄弟执行总裁王忠磊带助妻子和女儿来捧场,这也是其15岁女儿首次公开露面,《小时代首映》里王忠磊夫妇带助女儿一同参加并全程走红毯。 首映里现场气氛火爆,差点发生拥挤事故。 而在成龙指导的电影《十二生小》发布会上,王忠磊终于让儿子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。 发布会上王忠磊的儿子穿着蓝色上衣,调皮可爱的样子很受欢迎,成龙大哥也抱住小孩玩耍,几分钟就和王忠磊的儿子打得火热。 出生在这么有钱的家庭,一般的人都很想知道谁这么幸运和他谈过恋爱,2014年11月,王文也曝光,据悉,两人同岁,交往两年,同在美国读书,以获得家长认同。 而在王忠磊妻子的微博中还可发现,他常常也会爱特女儿男友,关系十分亲近,2015年11月,有媒体报道王文也已与男友蔡剑成分手。 报道中称,前男友名叫蔡剑成,两人在美国上学时认识。 两个人交往两年,他们的恋情也得到了双方家人的认可,不过最近两人分手了。 王文也跑去男友ins评论,说,好运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,优越感也是爆棚。 然后男友回复,没有人稀罕你的家境,你知道自己这样说话很丢脸吗?最后还说他很,脏。 王忠磊女儿长相与母亲更为相似,妻子和女儿站在一起就像一对姐妹花,王文也也有时候会在网上分享与妈妈的合照,这个大长腿很强劲。 非常羡慕王文也的生活,但是他算是富二代中最有家教的。 如今的王文也已经20岁了,不知道他未来的男朋友长啥样子,不过不管怎么说,还是祝福他吧,加油!